伊朗热情宣布于当地时间6号正式执行第三阶段减少旅行伊核协议的承诺 7号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麦勒万迪在德黑兰举行发布会 公布了实施的详细的细节 卡麦勒万迪表示 伊朗已经自本月6号开启第三阶段的四项举措 这四项举措包括研发生产浓缩油的新型离心机 向离心机注入生产核燃料的油气体 进行20台IR-4型离心机以及运行20台IR-6型离心机等内容 卡麦勒万迪强调 伊朗有能力实现风度为20%以上的油浓缩生产 但现阶段还没有相关计划 伊朗在接下来的60天内 或将进行第三阶段的另外四项举措 进一步减少旅行伊核协议